所谓的法门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在我的一个就是讲义里面 也介绍安办手艺 罗侯罗的整整就是修正的啊 大家都知道 就是蜀西法 那我在介绍的时候 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培养专注力的方法 我不是用它来证四国的 因为我们现代人这个时空 很难通过这个法门去修正到四国 我但是我也拿出来去学 我把它用作一个培养专注力 最后进入止关修定的一个方法 只是个茄奏 因为它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说啊 关呼吸手呼吸 大家就很 马上知道是什么回事 不用你太费太多的口识解释 因为大家知道呼吸在哪 知道呼吸不可能出耳朵出来 大家马上就知道 想到了鼻子 因为比较熟嘛 那因为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时空 其实每个人如果真正修正的人 在书室我们都修正过 很有可能我们都已经走完了很长的修行 不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 不管我们是不是 我们假设我们已经走了很久 对一个走了已经修正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讲 他可能从小车也可以见到佛自信 就是说借信 他可能从密城也可以见到 他也就 因为这个人已经在过去 把小车大成密城学完了 所以他学习哪个只不是一个工具而已 今天我适合这个工具 我把小城的法门拿过来 明天适合密城 我把密城的法门拿过来 把那个钉子 扳子 扶子 钳子 怎么也是 可以随便用啊 是不是 没有哪个一定要说 这块钉个钉子 我一定的用石头 我用斧子 钳子是不对的 这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觉得啥顺手拿什么吗 有什么拿什么吧 你身边有有弘扬大成的老师 你学大成呗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子官最终的目的 它是什么意思 小城大城的区别 这些要搞清楚 其实你知道小城南川 包括南川小城的子官 他所有的国 所有的法门都统设在子官里 所有的法门统称子官 你要说小城的子官 无边无际的法门 大城的子官 他也可以其实大成所有的 大成的大成的所有的法门 其实也可以通设在子官里 因为子西望西杂念 官到这种石像 这是我们应该修的东西 佛就是看到了石像 那子子什么 官官什么 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些东西 那那个次第是慢慢履顺的 你要看到什么 官到什么 那这个官有什么次第 那么我们开始肯定不是官 我们开始是旁观 但是我们旁观不其实 我们是用眼睛看比较官 官 当你 闭上你的眼睛的时候 你没看到 那你叫觉 你是觉受 你觉知道 是不是 觉 你觉 再进入一个境界来 你灯照啊 觉和照是不同的次第 知道了 因为有官有觉 有照的时候 官 就是说 在官 觉 照 这三个次第的时候 官与所官 觉与所觉 照与所照 还是二约对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还 你还不再到位 你 你只是在修正 还在次第上 要最后你就证到 觉与所觉这些 全部空掉 全部合为一起 这个就是你 你进来将来会进到 我们的真空地带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讲的 但刚开始 你一定在 觉与所觉的位置上 觉 觉 觉的怎么空 所觉的怎么空 他到了地带 到了那个状态 他就空掉了 就没有了 你说杂念是怎么空掉的 你告诉我 坐在这 我说 哎呀老师 杂念是怎么空掉的 你坐久了 你慢慢慢慢慢慢 开始从多少少 心不跟着切影 慢慢慢慢 十个杂念变 五个 五个变成一个 一个慢慢慢慢 没有了 就这么空掉的 怎么空掉 续续慢慢慢慢空掉 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说杂念是怎么空掉的 我说你 我只能说 有杂念的时候 你心不要跟着杂念跑 然后呢 慢慢往回拉 如果跑了 再拉回来 时间久了 你强迫自己 慢慢静下来 身心慢慢放松 放松静下来 慢慢慢慢 杂念就少了 可能今天少了 明天又多了 这个有什么 但是你只要坚持 做做做 你身心有一个变化 慢慢就少 他没有一个方法 说一下子 一固子把你的杂念打 你有杂念啊 老师给你拿什么东西 拿去 有个机器发明了 把你的杂念切 不可能的 没办法讲这些 你说觉于所觉 怎么空 他就自然就空掉 你修正到那个刺激 他就会空掉 把它的搭拌 小分开 不知道 请不吻 什么 不要